我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不是经常讲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我们过去像改革开放那时候开始 我们经常强调的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不动摇什么什么的 但是现在我们更多听到的 好像都是以人民为中心会更多一点 那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民为中心 都是中心 那这两个中心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其实现在在我们青年人当中 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容易产生一些疑惑 所以我是问了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问题 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问题 具有典型性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这个是我们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就是改革开放之后 我们经济社会发展 这个总体布局政策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则 为什么要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道理很简单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强盛 一个社会要发达 经济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经济建设使这个国家强盛发达 这个方面某种意义上将是最核心的一个因素 那么经过这个十年浩解 我们清醒的认识到 我们必须使中国走出历史的泥潭 必须走出一条强盛的道路来 所以在这意义上讲呢 从经济方面 我们必须紧紧扭助经济建设 这样的中心不放 这是我们经济发展 最重要的一个原则 那我们今天讲 以人民为中心 在很大程度上 刚才提到 是坚持和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基本方略之一 那么以人民为中心 是从政治的意义上 来强调 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 价值指规 也在一定意义上 规定了 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方向 也就是说 我们经济发展了 然后涉及到很多 经济发展起来以后的 一系列问题 那么以人民为中心 强调了 人民民主专政的 一些根本的性质 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 执政理念 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 强调了我们 经济社会发展 在现阶段 要突出 扭住的一个核心问题 这个核心问题就是 还要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 来发挥人民群众的 主人王的精神 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保护人民群众的 利益诉求和价值愿望 让人民群众 参与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 这样一个事业当中去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和以人民为中心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样一个伟大事业当中的 不同层面 他们之间不但不矛盾 而且是相辅相成的 是互补的 在一定意义上讲 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当中 必须用统一的思维 结合的思维 联系的思维 结合的思维 把这两个问题 联系起来看待的 这样一个基本的要求 所以我们现在讲 以人民为中心 不是否定和排斥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那么我们要真正的 要做到以人民为中心 要更好的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还必须 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这两者之间是 联系在一起的 对 所以就把经济建设好了 才能更好的 来做到以人民为中心 所谓的 的 们 又被